目前我們大概到了籌組董事會 還有選董事長跟總經理的狀況 那董事會的部分 人選大致都確定了 那董事長跟總經理人選 現在有幾個方案 還在跟院做最後的確認 部長可以講一下董事長的所需具備的條件 你們的不考是哪個方向 當然就是說他一定要有鐵路相關的背景 然後他對於公司的未來 應該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看法 因為他帶領台鐵走向下一個100年 然後他跟員工的關係 或跟工會的這種溝通 要有具備充足的能力 如果當然是借領退休 這個就是沒辦法 如果提早退休 我是覺得值得員工留下來 跟公司一起打拼 因為我們在整個公司化過程中 相關的法規做了很多的鬆綁 然後政府這邊 有很多該補貼的事項也都補貼了 然後我們覺得 尤其未來他在資產開發方面 來挹注本業的收入這一塊 我們是覺得他非常有機會